好的 歡迎回來樂世界 那我們回到這個少女回戰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雜精彈的Pod9 那不知道今天能炸到多少的元寶出來了 雖然說是雜精彈 今天我想把它改成炸炸炸 我們希望炸個好彩頭出來 那也順便跟各位分享這次想要抽卡的 草草UR加的部分這樣子 那其實在有課玩家這次活動裡面來說的話 我之前就有提到 而時空之主是一隻需要給弄出來的角色 那如果說裡面你要 他其實還有瞬間 UR加跟UR的部分 但我覺得這次的話 並不推薦有課玩家去把瞬間給弄出來 因為我覺得意義不大 那導不如去多存一點這個道具出來 然後來去換出這個時空之主 時空之主 在日版來說的話 評分也是相當強勢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把這一次的這個主題正式進入 那我們今天先去把元寶的炸彈分炸出來 我們進行第一閘 開閘啦 炸的你不要不要炸 我沒有看過97的捏 97等於是三倍多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點不妙 你知道嗎 我不喜歡他 他七閘八閘就這麼的強大 這樣我會害怕 我都希望他的三倍多可以放在我的最後一炸 一炸好不好 來 進行三百塊的炸金彈 炸 哎呀 你看縮水了吧 那個時候如果是900多嗎 多爽你知道嗎 好 我們看第三炸 那也歡迎各位月友呢 在下面分享下你大概 炸出了多少的元寶出來 金元寶 拜託啦 過個好日子吧 來個好的彩頭 9000 4500 這個 4501 那我也 最後了 最後拜託 讓我們見證一下奇蹟 什麼是9萬 0 9 1 喔 哇 你老實比較好勒 4萬2 426 622 好 不多啦 但是就是摸金啦 那你就可以順便去 把消費獎勵 給領起來喔 消費回饋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覺得 你就可以順便 至少可以抽到 5萬 那8萬的話 看你自己 因為 你看到現在我是 3萬4千多 各十百千萬 然後我是 340 340 070 所以我還要砸 4萬5千9 大概4萬6 我才有機會 可以領到第三格部分 100顆的這個 其實也蠻香的 也蠻香的 好 那不管了 4萬6千多 那我希望我的 曹操UR加不要保底 那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要抽UR加的曹操部分 主要是 他的羈絆也是蠻香的 你可以看到羈絆裡面喔 我們各位 抽卡 我們玩這遊戲呢 除了說要玩得強之外 玩得爽 是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要收集的卡片跟角色 是你心目中理想的這個 看起來舒服順眼的角色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要考慮他CP值部分 你抽起來 抽到卡片的部分的話呢 他都會有這個羈絆部分 那你收集越 他的羈絆越多的話 你就表示說 你有機會可以拿到更多的這個 呃 基礎硬體粗欸 比方說像這個可以加 攻擊力4%啦 資力往上做提升啊 這個都可以幫我們諸葛亮 本身得個舒服的傷害 再往上做拉提 那其實諸葛亮來說的話 在日版的評比來說 他還是No.1 他還是在SS級以上 那甚至是名列第一 所以說即便 日版開始有去出 最新好像有出到張良部分 然後到時候我會再找時間 跟各位分享一下 日版的那個新的一些 出來角色 甚至說 呃那個 很多人一直不看好的趙雲 終於終於也出了UR加了 所以說 呃你可以關注一下 越世界後面的這個介紹部分 來去呃看一下 未來的這個整個角色的這個走向部分 這樣子 那 再來的話就是你如果開始去 在東山裡面可能呃 勝利不了的話呢 呃 曹操他就是會是一隻 可以做控場的角色做基於 那你的 勝利的機率就往上做提升 所以這一次的話呢 呃勢必是想要把曹操給帶回去 那除了說羈絆之外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技能部分 我覺得 技能也是蠻值得去推薦去講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呃提升之後呢 他原本只有暈眩而已 再來的話他就是 只要 那個自身智力呢 是對方的那個兩倍的話 他會比較偏向於打 非這個自力型的角色 那非自力角色他的主要屬性 絕對不會是自力嘛 那所以說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自力的差 這個差距就會稍微大一點 只要是 他的那個自力差到兩倍的情況之下呢 暈眩是沒有辦法被清除 所以說表示其實 呃前面來說的話呢 雖然說百分之百進入暈眩 只要對方有角色是沒有被暈到的 的話 應該說不是暈到 可能是被解除狀態的話 然後 他就有機會 再清除其他的部分這樣子 那這個清除暈眩的狀態是不可被清除 而且 選中的目標呢 會額外去造成1200%的法術傷害喔 這是把整個曹操的輸出傷害 再往上做拉體這樣子喔 不過在日版裡面來說的話呢 曹操的UR加定位 也只有在S級的角色而已 但其實能上S級的部分的話 都還算還可以 畢竟他在S級來說的話 還算名列前茅喔 那再來的話他會 對於隨機六名敵人呢 造成1000-2000%的 不曉得 1000%-2000%的法術傷害部分喔 攻擊的數量 越少的話呢 傷害就越高 比方說今天他可能只有打 單打一隻就直接可能傷害 就直接多 多抑傷到2000%的法術傷害部分 而且他會附加 600%的自力值的真實傷害部分 他是無視防禦抗性部分喔 甚至有機會造成這個彗星一擊喔 那只要自身呢 自力高於目標的話呢 傷害會加深 並且會回復自身中 剛才提到的 所有傷害80%的所謂的 神秘值部分呢 就有點類似 邊打邊回血的概念出來 所以也讓曹操的整個 續航力呢 往上做提升 包括說輸出的部分 也有同時去做提升動作出來 這樣子喔 那在學生會長部分的話呢 他自力只要高於對方的話 承受傷害就會再低一點了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比 都是 曹操去對上 非自力型的角色時候呢 他的比較吃香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他在最後一個競技關係裡面的話呢 只要 戰場上 有一名敵方 或幾方呢 重傷 他就會直接獲得 一個陰式部分 然後累積四名陰式 他會進入陰式 一枚陰 落陰的部分 然後累積了四名落陰之後呢 他會進入陰式狀態 陰式狀態 他會提升自己本身的 智力值的30% 然後彗星 暴擊率的部分的話呢 會提升50% 那他是不可疊加 跟不可清除 就變成說 對方是沒辦法把他這個狀態給清除 那就會讓曹操整個 輸出傷害再往上做提升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 就開始來抽一下曹操部分 那我原則上希望是可以 3萬多就把它解決掉 那我們看一下大概 大概幾抽可以解決他 第一抽 先不要BOBBY好了 因為我BOBBY只有一顆而已 來喔 第一抽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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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呃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很好抽齁 這樣只有一千 一千 一千而已 不要這樣子啦 來 不要保底就好 千千萬萬 哇 Fuck you Fuck you的BOBBY 我要大一點 拜託 讓我 贏回這個 女高中生吧 登登登登登登 哇 這個實在是太慘了 一個 不要這個樣子 不要BOBBY 好BOBBY一下好了 BOBBY 會不會等下給我那個 等下給我那個 5 給我5顆的這個 仙丹 然後又5倍我就直接賺了 抽起來 抽起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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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賺了賺了賺了一個喔 7500啊 各位 直接賺了25顆 這個 直接多賺20顆 這樣總共 總計加起來 多了24顆 大概讓我 可以省下 將近5次的 將近5次的 這個抽抽的部分 好 接著繼續抽 唉 這個抽抽 就是 沒有那個就沒有 怎麼這樣子呢 拜託 來個 兩倍就好 不要兩 喔 10倍也可以 對對對 就兩倍就兩倍 我沒有說要跟你 要長倍 好不好 我們不用長 兩倍就好 兩倍就好 不用長 倍 唉 唉 你這樣抽抽抽 這樣抽不抽 我應該會 設法留一個 保底出來 就是說我大概抽到 115抽的時候 115顆 碎片的時候 我就停手 留個 留點元寶這樣子 拜託 再來一個 兩倍就好 不用長倍 拜託 兩倍 拜託 可恨啊 可恨 來來來來 你來 拜託 不要 唉呀 就不能對好一點嗎 讓我省點元寶會怎樣 拜託 再來 兩倍就好 拜託 拜託你 多了兩顆 也還 算 這樣十抽我就抽一萬九千五百 唉 五 五十的這個元寶 拜託 不要 不要保底就好 不要保底就好 拜託你 送啦 唉 這樣還 還有一段距離 唉 沒有BOBBY是不是 他怎麼剛好沒有送我一顆啊 這是 再來一次 給我十顆 十顆 拜託 十顆就好 唉呀 距離我們那個目標還有點距離 拜託 再來一次 如果25顆的話 我就直接 結束他了 到底會不會25顆 各位觀眾 秉習以待 倒數秒 五 四 三 二 我當然相信沒有啊 呵呵呵呵 唉唷 十顆也可以啦 十顆也可以 好不 好不 這樣子的話 很接近很尷尬耶 要嘛直接把 要嘛直接送過去 要嘛就是 欸 也不會 直接 就算兩倍的話 我有十六顆而已 好再抽一次喔 我最後抽最後一次喔 拜託不要 不要 不要這樣子 給我十顆 十顆 十顆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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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去你的 只是 這樣我差九顆對不對 就算我保底中 我也應該過不去 但我如果拿兩顆 一個兩顆 一個五顆 一個七顆 八顆 不管怎麼樣我都還 再多抽一次就對了 好啦 就跟你拚了 各位觀眾 到底能不能在最後一抽 直接解決他呢 我們就 抽下去啦 命啦我只能說命啦 那就只能等那個 天數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們再把他抽起來 就省一點元寶好了 我覺得 沒有必要硬 硬是為了這個 然後硬去抽 然後我目前大概花了 15抽的話 看一下喔 1950嘛 省於15 大概花了29,250 那我 保底的話 我扣掉四次的話 大概還有三次 三次的話 200 600 加600 所以我最終大概花了 29,850 就可以把我們的 曹操UR家給帶回去 也是還可以啦 一下還可以的 那我們 看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他要抽什麼好呢 這一支技能的話 例如 他是一支 可以使對方中毒 他是一支 推圖的角色 部分 哇 他的這個也很香耶 他這個也很香 然後 跟曹操也有搭 是不是 跟曹操也有搭 嘖 香喔 我也有點想 我也有點想要他耶 可是他是原生UR 的部分 成本也蠻高的 然後這裡的話 呂 呂林奇的話 我記得上次好像要解這個 所謂的 呃 哇他這個也蠻可愛的 呂林奇我看一下他的那個 羈絆好了 我想要找羈絆多的 我們再來去抽會比較好 嗚嗚嗚 欸他很香耶 好我決定我要抽這一支 呂林奇是不是 呂林奇抽起來的話 就可以直接拿到法術抗性跟彗星 那為了要去多拿一點這個消費獎勵 跟這個 我們的那個 一些 因為這一次活動搭配的話 他要抽卡 所以說你 勢必是還是要抽點卡片 然後 我們花 抽卡片之外 又可以花元寶 來去換到一些 呃 消費回饋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就把它抽起來好了 然後距離下一次這個 呃抽 雜精彈的時間點 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可以稍微的再存一點錢這樣子 好我們把呂林奇給抽起來好了 順便抽起來 握屎抽 那我們就直接抽這個吧 目前來說的話 是呂林奇 奇 不曉得各位 可以 就是 也都很幸運的 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這個角色 也都可以歡迎在下方 留一段 浴師 記得知道 然後或者說你 有特別想要抽的角色 然後抽起來感覺如何 用起來感覺如何 都可以去在下方 跟浴師去做個分享 90 減掉 50是 大概是36 36的話 起碼要 8抽 我們保底可以直接抽掉一個 我們看一下喔 先抽這個好了 多一點 多一點 哇沒有欸 沒有 欸它是一個6個碎片 所以說我現在 只要5抽就結束了 5抽就結束 5抽大概要花 950 所以5 4750 哇也不多欸 沒關係我們看一下 4750 最終保底大概能 欸我這樣子 我也不要撤保底 我們就等最後一次 的時候再弄就好了 所以我大概 抽5抽就解決了 是不是 我不要抽到3 不要抽到那個6 欸不對 4 4抽我就解決它 我等保底再來 做最後一個抽 抽 抽動作就好 唉 沒那個命 你知道嗎 都是保底命的感覺 兩倍就好 兩倍 兩倍 喔喔喔喔喔 賺捏 賺捏 嘿嘿 這樣子的話 12 我再一抽就好 就解決了 啊直接過了 看這個鳥樣子就知道了 噁心的東西 直接過了啦 EGO 還不用保底咧 SSR的部分的話 都比較好抽啦 哇 其實蠻可愛的 有點像是那個 紅衣 穿那個紅帽小女孩嗎 好 我們把這個帶回家了 那這個就可以再抽一次了 再來的話 法陣 羈絆 我都看羈絆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欸這羈絆又比較少 他比較少 的話 除非羈絆很重要 會心傷害 其實這個還不錯 但是差很多隻喔 然後上山的話又不好拿 田鋒還沒看到 萬事如意 我覺得這個先暫時不要抽他 那我們看一下 小圓的UR 的部分好了 他的羈絆多不多啊 小圓的話他可以跟這個 喔 其實還可以 但我覺得也不夠多 不過可以跟鋁靈 鋁靈騎一起搭 那直接就可以拿到一個 物理抗性部分 然後又可以拿到這個 嗯 讓我小小猶豫了一下 我看一下喔 小圓的話 是要12抽 12抽的話 1萬 12抽 乘以1450 大概花1萬7千多 1萬7千多 哇會把我的元寶給吃 吃乾麻鏡的感覺 好壞喔 這個張春華的話 是SSR的部分 那他的羈絆來說的話 看一下 喔喔喔這個也蠻多的欸 他可以跟他搭欸 然後又跟這個 我還蠻想抽這個 挪炸的 挪炸也蠻厲害的 可是厲害沒有用喔 你還是要去練喔 因為 沒練的話也是沒有什麼用 現在那個 其實他真的蠻多的 生命值加力量的部分 很熟 就可以直接拿起 哇這個也很香欸 這個很香 我也蠻喜歡他這個UR的部分 UR的部分 就蠻青春的感覺 的感覺 高中生有沒有那個 飄逸的這個 這個直接把它顯示出來 恩 恩 好猶豫喔 李如很遠喔 我覺得有點困難抽 所以 小緣也讓我很猶豫 好我們抽 春華好了 因為春華的話 目前來說的話 90 60 60除以6 大概10抽解決 10抽的話 乘以950 大概9500就解決了 那我還剩下1萬多元法 好我們就來抽一下 張春華 欸春打錯了 他穿起來蠻像孔雀的 藍孔雀的感覺 好我們來第一抽 他是剛才提到是 10抽 10抽 10抽是9500 就不要保底就好 拜託不要保底 YES 可是我覺得這個沒有很好 只有多兩顆而已 多兩顆 每次多兩顆也不錯啦 不要保底 哇保底 現在差50個 不要保底就好 不要保底 哇又保底 吃飽飽各位 吃飽飽 喔送捏 轉轉轉轉轉 不要保底就好 不要保底 YES 太棒了 我怎麼覺得 會直接就滿了 差26 欸不對不好意思說錯 差14 差14數學不好啊一個 那只能抽啦 只要衝過去就好了 衝過去吧 欸很壞欸 那就只能讓他保 那個等保底去抽 4連之後就有機會直接 而拿到張春華部分 那我大概6抽吧 6抽的話 花到多少 3000多 3000多而已 5700多 喔 他1950啊 對不起數學不好 5000多 欸我看一下我消費回饋的部分 欸差 差8200欸 好想花喔 花起來好了 差8200 繼續抽 好感麻痺 看一下喔有沒有比較便宜的啦 小圓好了 那就只能抽小圓 小圓不要便宜 可是抽 可是可能抽不到小圓 有可能抽不到 小圓抽出來就只是為了要這個啦 好 那你抽小圓好了 小圓 常理來說應該是先抽這個啦 我覺得應該是先抽禮盧 因為禮盧的話 他可以幫幫助我們 我的 主線其實卡 卡一段時間了 我都沒有去 去衝刺 小圓 我覺得小圓很漂亮 也很好看 他的整個這個和服啊 然後 非常有這個 過年的感覺 好我們抽小圓好了 玩遊戲就是要為了 爽 是你想要 想要的角色 去抽就好 因為我們 主力角色其實都有 是沒有 多餘的資源就練啦 所以 變成說你就是 其他部分你就只能靠 時間慢慢去做 資源對疊跟累積部分這樣子 小圓的話 也是 十二抽 是 大概花一萬七千四百元吧 那我們 原則上想花的是八千啊 所以就看看囉 抽起來 加倍 哇沒有加倍加倍加 加倍加倍加 哇沒有 很好很好 賺起來 多省一次 多省一次試一次 拜託讓我賺起來吧 哇沒有啊 沒有 讓人家賺一下會怎樣 欸我快買了是不是 等一下看一下 七千 七千七 其實時間夠 不要硬花的話 我還是有機會花到那麼多圓房 好啦我們再抽兩次好了 湊滿他就好了 一四五應該可以抽滿他吧 我最後兩抽 我最後兩抽 做個happy ending好了 拜託最後兩抽 到底能不能 應該也是很難啊 他不可能一次給我25顆啦 大家更好嗎 25顆啊 哎呦 沒有 很接近很接近 拜託你 給個機會吧 25顆 讓我 有機會 帶回小圓 啊 啊 加倍加倍加 看來我只能等小圓復刻了 小圓復刻的話 我 圓寶應該有機會累積到44顆 大概 還 差三次就可以把小圓帶回來 這樣子 那圓寶目前剩下 四千 九 也是很傷欸 也是很傷欸 非常傷 好我們可以把獎勵給領起來囉 好的 影片就到這裡告一段囉 喜歡影片的 不要忘記幫助影片點讚 還沒訂閱觀眾朋友幫助 訂閱起來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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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